哈喽,大家好,小赵来赶海了 这附近原来这是一个洋海螺的地方 快过去看看,里面还那么多烦,估计应该没有了 我看前面这里有一只小的多宝油 你看,那只眼睛已经飞了 应该没什么用呢,死掉的,好可惜 这把垃圾袋带着 海洋污染 附近好像又有多宝油的养殖 你看里面,山洞洞有火 这边还有正式游泳 看看这是,哎呦,这是个海螺 看,有肉的,肥 哎呦,激动了 个头可以哦 放通里面带着吧 反正要看,肯定还能有 肯定还能有 一块找找哦 大概一块帮我找找 哦,看看看,这个里面有一个 在这里 这个大哦,这个好大呀,看这个壳,好漂亮 是不是,两只了 这两只还个个不小 可能是遗漏下来的 哎呀,绕了一圈也就找了两个了 这些地方也没有呀 哎呦,这边我发现,有一些扇贝啊,看 小红贝,这个是个垃圾蛋 哎呀,这海洋垃圾 哦呦,带出去 这边也好几个 小红贝 那种回家 这个看绒啊 这个粉丝特别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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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贝 小红贝 这颜色特别的漂亮 这个钱的还真的很方便 。。。 不用挨洞了 不用算 心疼啊 不用挨洞了 这附近辅上也是上面的养殖 这块地方养殖 这块地方养殖 可以把泡水的 把海水的货终里放 上面抓的也太快 看 这边这个布袋 下面握着一只蚂蚱鱼 看我过来是不是颜色都变了 花绒湿色呀 哎呀呀呀 哎呀 吸得好紧 小蚂蚱好有劲啊 你看 脸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特别的冷啊 来 送我铜皮来 哎呀 别心了 这边 看这只小蚂蚱鱼 都握到沙里面去了 它为什么握沙里面知道吧 你看到这些海猫子的脚印了吗 可能是想要来吃它 这一趟都是 如果它不躲起来的话 被发现了 就会被海鸥吃掉啊 但是没有办法 逃不过我的蚂蚱 来 收啦 这边又遇到扇贝了 小红队 我来了 哎 还想跑 这边有一个 这是白色的 怎么白色呢 这边有一个蚂蚱 这个是蚂蚱吧 好大的蚂蚱呀 看 哎呦 这个挺大的 不过就一直没法吃 不要了 前面看一扇贝嘛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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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大家想尝一下动手感吗 摸着不紧舒服 而且灭这个水啊 感觉也很棒 是非常过瘾的 很不情愿的被我捏了水 这只一点都不配 错了这只 看这只 哇 错了个大舌头 看看看 它想装上包呢 哎呦 哎呦 这肉 它往回缩 哎呀 这天气冷了 是不是 雨里不大爱动它 再说现在出太阳了 它们可能想晒太阳 暖和一下 啊 看 这个水 一练一解压 这个缓解压育的效果很好 不错不错 出了这只 这只鞋嘎 滑碗的张开嘴巴了 来来来 来来来 嘿 呦 闭上了 看我怎么把它吊起来 哎 不行 靠点 没有那么深 哇 这只不小呀 好大啊 哇 看这个大鼓包 没想到拿起来这么大 哦 好久没捡到这么大的雪嘎了 这也太过瘾了 放到这里面 所以 把这个沙头 摔一下去 可以了啊 好大 哇塞 这个大摩嘎看起来也不小的样子 哇 这些卧杂好厉害呀 好大 这只 也不小啊 不过它没有张开它的红舌头 哎呀 也不打个招呼 这只可以 哇 看下面那个大包 出了出了 两只一般大 你看 过来这边发现啊 这只绿色的海参 有的时候眼力不好啊 就真的 以为它是海草 这个颜色太类似了 这东西啊 特别会伪装 哦 看它这个刺儿 哎呦 这个刺身长得特别的好 你看哎 真的好奇怪 我一压它 哎 出来浸泥了 一松开哎 软了 一压它哎 出来浸泥了 一松开它又没有了 这也太有意思了 这也是乌鱼中发现的 你看 太可爱了 这个海参可名贵 可不能这么玩啊 哦 这只可以可以 出了啊 咱们 哇 这只海胆好可以啊 看它这个刺儿 它在动呢 你们能一约发现吗 它这个刺儿在里面 在那里动着 摇摆 哇 这海胆好漂亮 是红色的 看 哦呦 看 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什么 像一种水果 那个水果叫什么 山竹 啊 长美 回家做个海胆蒸蛋嘛 上次做的有点失败 这次吸取教训啊 上网上搜搜 哦 把这个抠出来啊 里面都是黄 再给它收了 哎呀 别刺着我的海参啊 海参有什么屁股呀 都是我的心口宝 咱们再找一找 看这个 螃蟹 这个是蜂饭 嘿 又又又 哈哈 还中牙舞爪的 哎 你看这下面是不是 这好像也是一只啊 这只隐藏的真好啊 你把这只说了 这是一只吧 我还以为是石头 你看 又一只螃蟹 哦 这只好鸡鸣啊 怎么 你睡了 哥们儿 来醒醒 牙都都带着了啊 豹 dado 你看这竹鸢鸢怎么进去 through 啊 好像在坐这儿 你看很 blij住在这里 坐姿其實挺直 你看 很可 Крас 那只 遇到小章,他都没有我聪明 咱们给他说了 在前面,这个小水坑里面 又一只这个海盘 看到没有 这一只感觉 怎么秃秃了 他的毛发有点秃顶 什么情况,是不是压力平常太大了 这只磕头稍微小一点 你带着吧 估计肉会稍微少一点 而且有点受伤了,他这个刺都掉了 放到棚里面吧 来吧一起 一大一小 看到没有,这只花转一下 反腿的,这只好黑啊,皮处不大 拿出来它就会变色 然后就会变得,颜色很亮一些 试一下 就是变白了 人家白着呢 好大呀,开花了 收了它 看一下,这边就来了 握进去了 看,他看着两只眼睛 嘿嘿 来来来,让出来 大家看一下 哎哟 哎哟 这只花车稍微小一点 不过还可以 头上怎么回事 掉皮了 带着了这一只 你看这只墨霜 还有一点受伤了 看 那是太不容易了 走,看一看啊 这些都是壳呀 地方应该不走 这是个什么呀 因为是海生呢 不是 哇,这边就是个大隔壁吗 鞋子啊 这只特别的大 我的天呀 好肥啊 这只鞋子 再给它带着啊 这只鞋子 看,这边是鞋子 眼力不好的都能错过它了 这我发现了 好了,用钱的切出来 这都可以吧 你们满意吗 我还是回家切片蜡草都很好 看,这边抱着鱼 这边好像也是一只 握进去了 两只哎 先把这只拿出来 看 开花了 这里握进去了 我把它逮出来 开开开出来了吧 哟 这只可能睡觉了 这是给它把门呢 你看 两只啊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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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吐水了 干什么,报复我呀 看样子我说它 它有点不好意思了 来,带着方桶里面 这个大鞋子 大鞋子啊 太大了 它有点微微张嘴了 哎呦 我能把它撞开 这这这这 哦,这里面的肉 好明显啊 看鲜红色的 哇 好肥呀 它开始闭口了 哇 把它 吊上来了 它生气了 天 咬入了 吓它 这又闭上了 哇 这个 太别的有力气 你看看看 这背后做的白鸽 这个是有肉的啊 这个很肥的这个肉 炒着吃 很多 这些咱们肥肥的就输了 我一般不大愿意要花甲 这种的话更好吃很鲜美 肉还比较多 啊 这边还有一个 再带着吧 哇 这个大房子也很大 这贝类特别的多呀 旁边还有一个只花甲 花甲咱就不要了 哇,这个好大好大 哇 赶紧就一斤中了 啊 快快带着吧 还有这个白鸽呢 哇 这套的都是 那咱就不客气了啊 瘦着它吧 就是手太冷了 有点握不住东西 冻红了 两只手一起瘦 你看这种花甲 也是有肉的 咱就不要了 一把一把的抓吧 这今天来的运气还不错 水 这个小壳别说还挺漂亮的啊 紫色的 握进去了 这个 也是 这个水里面还有几个吗 看 有点 这个 不少呢 这回家 够一大盘的了 这边 哇 水里面还有 快 洗一洗 在这 谁呀 张嘴吗 这里 这边还有好几只吗 这不都是吗 哇 张嘴了 好肥呀 这个握进去吧 啊 这都是 这一样 这个 这个带孩子来玩挺好的啊 跟孩子一起 更想快乐 今天捡这个东西玩也比较安全 就是 娱乐一下 哇好肥呀 那回家一起炒着吃 这边有一个花姐 哇 白鸽 哇这个什么壳呀 好漂亮啊 看到没有 发着红 哎 好漂亮 看 它是双层的哎 这是什么品种啊 不会是 宝贝吧 里面好像还有肉哎 哦 里面还是有一点肉啊 这什么贝呀 这么漂亮 研究这么高 不用了 给你发现一个了 哭出来了 然后咱们就丢着这么四季 你看这个是有货的 你看 啊 啊 啊 来货了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壳 好碎了 在这儿 这个咱就不要了啊 你看那肉还是活完的 挺肥 肉也散了 这个不要了 看一些完好的回家 哟 你看一下子它夹住了 哎哟 夹得好近 一下再出过来 哟 哟好多啊 这些都会夹人哎 好吃恐龙蛋 一个比一个肥 都好大 我也剪着一边 挖着吧 好呀 这里 回家煮了 最炒的 很好吃 没有了 看这个下面好像也是哦 我已经放线了 这两个已经露出来了 再挖一挖 下面应该都有 看 哟 全部都刨上来了 怎么样 看到 看到 哎呀 就是水有点凉 哇 又不大一个 真是大呀 哎 诶 诶 怎么还没有了呢 这地下有 这地下有 在这 这个壳没有用 太脆了 太冷了 哎呀 没有了 我的妈 水太冷了 没有知觉的动的 先把这些瘦了啊 先把这些瘦了啊 哎呦 看这下面有只小帮导鱼 出来吧 你看动的 一头都是鸡皮疙瘩呀 海线也怕冷了啊 来吧 咱给你带回家了 看 这边就发现一只帮导鱼 哎呀 都不在这个石缝当中 可能是比较挡风吧 哎呀 哎呦 这只鸽头不大不小的 哈 好可爱哦 是不是 这是小帮导鱼 特别的俏皮呢 来吧 上我的通里面 这没准两波 又发现一只 帮导鱼 这只感觉好像会大一些 因为 我感觉它的头比较大 你看它变色了 说到这个纹路啊 全部都 变成这种声色啊 这只大了 你看哇 好大的一只 而且特别的漂亮 颜值很高呀 那 吸着这个鹅乱石 给你拔下来 直接带回家了 啊 发现这前面有条大鱼 好大呀 你看到那个嘴巴 还在这呼吸的 哎呦 这条鱼不小呀 这条鸭片 哦 你看 哎呦 好活跃啊 挺大的这一颗 哦 哎呦 这还得用手发了 我一看里面用钳子 能把它钳起来 这条好大呀 上面有那个蓝色的这个 螢光似的 带你啊 实在特别的好 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哇 这一条是比较大的那种鸭片了 好活跃 哦 这上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呀 这种野生的 清蒸的话也特别的好吃 也可以胡说啊 它这个肉特别的厚 先放头里面吧 给它打电子给养的啊 回家给儿子做个清蒸 都可以啊 看孩子喜欢吃怎么吃吧 哇 这今天可以 兄弟们可以 看这边这只包掌鱼 被冻的呀 看 哎呀 太可怜了 这水是在太冷 我的手 真的都不想 下去拿了 手都冻肿了 我今天这个手 哇 又发现了一只包掌鱼 包掌鱼也不错啊 在这儿咕噜腻了 不是这么冷 来 跟着我吧 上我的头里面 带着你了啊 哇 你看这个海星啊 这是在行动 它要往前爬的 它就是靠着这个触角啊 往前移动 你看 它可能想要 吸附到那个石头上面 大家没有见过吧 是不是很神奇 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都是它的脚啊 你看 就是它的 那么多脚 它要买鞋的话得买多少只 但是很漂亮 下来发现一条鱼啊 这铺腾的可厉害 戴着手套啊 身上有刺的 这没有准备时间啊 这下太兴奋了 把口看一遍 挺猛啊 这只 别别别别别 哇里面就是大海 前面就是大海 流进去我就 没什么办法 一弄它就往前 往前钻 哇 说到这个石头太气人了 我已经要踩住了 我拿起来 我这条是拨开 哎呦 拿头拿头 哎呀我这怎么那么 哎呀自己太没用了这也 哇可以啊 这条可以啊 看一下 一条坡 这条得二三斤 回家做个红烧 清蒸都可以 哇这个大鱼抓得我精疲力精啊 哎呦这个水坑里面 还有好多这种扇贝 你看 你看 这还豁着一个口 带着吧 看这个大鱼好像都死掉了 眼神汗淡了 好可怜啊 我们抓紧找一找货吧 估计回家出门养 它也活不了了 这天气 不行 哎这样没有好多呀 你看 这水坑里面这么少 直接把它捡起来 收了它 哎嘿这只还会跑呢 你看 你看 这边这个缝隙大陆是个什么呀 啊 摊上个小脑袋 出来出来 哦 一只八爪鱼 不错的 说了说了 前面还有扇贝 哇 这个水坑里面这么少 这够一够盘的了 啊 能点就行了 这一只 啊 可特别的漂亮 你看 这大鱼好沉啊 我还在里面打了点水 有点练不动 这也不能不要了呀 你看都是 今天来的还是挺巧的 这只好大呀 个头特别大 肯定得很肥 这边还有一只 今天的扇贝整体个头都不小 而且这个也特别的漂亮 你看这个颜色 你们喜欢吗 哎哎哎什么呀 最一下又发现两只 有点激动了 这个是只橙色的 你看 好漂亮 这只是霉红色的 也是很漂亮的 好喜欢这些壳呀 这边 哎呀 抓紧一只八爪鱼 短腿的啊 这个季节短腿很多了 一碰它又开始 撑开了 呀呀呀 又上回一只八爪鱼 收了啊 看到这边这一只可爱的小脑袋了吗 也是一只迷你的小短腿 出来出来 往里缩 啊 它挺有力气 把它扣出来 嘿 看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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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炒出来就是跟一小朵一样的 可以炒着吃 刷火锅都可以 下面条 来 下来 这是我今天改善收获的这个海鲜啊 有海鲜啊 八爪鱼 三倍海螺什么的 然后我打算煮一下 吃一碗 海螺冷水下锅啊 哎呀 这个还有点高 我把海鲜放到上面蒸着吃 盖上锅盖 这边锅开下午小短腿帮找鱼 这个海鲜煮的差不多了呀 我先把它给蒸一下 一会开口就可以吃了 小包爪已经熟了啊 咱把它捞出来 这个时间不能煮时间太久了 煮时间久了的话呢 反而咬不动 好了 扇未熟了啊 要盛出来 还有这个海鲜 这是一只六只脚的 你看 可以多吃一条腿呢 好了 海鲜熟了 可以上桌子吃了 咱们来先尝尝这个海鲜啊 看 吃那个六只脚的吧 很漂亮啊 好多朋友还不知道海鲜吃哪里呢 就这么打开一看 啊 这个深色的就是他那个黄 特别的好吃 拿上块的 这就是他的黄啊 特别的鲜 嗯 甜甜的鲜鲜的 味道很鲜美 有的朋友不知道说是连咳一起吃 说根本咬不动 不是那样吃的啊 你可以把这个肉扣出来 炒的菜啊 做汤放里面都很鲜美 这个 够都不算大吧 肉也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不经常吃这种东西的人呢 不建议吃太多了 肚子不好啊 容易拉肚子 还有这个小包长鱼 吃一个大的 留了好多默了 加点这个酱油加鲜膜 嗯 哇 看 就是默 这个默特别的鲜啊 再来一口 加这个腿 你看这个 碗里面都是这个默 哇 哇 这也太鲜了 咱们再来一个大海螺 哇一下子就出来了 整个的啊 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大海螺的 这个 肝不能吃 这个苦胆不能吃的 其实我们海边人经常吃 我教一下大家吧 这块是它的肝 撕开 然后就把它挤出来 肝吃多了会头晕 那个苦胆吧 有特别的色很苦 这两块是它的筛 过滤这个海水里面的脏东西用的 好多朋友都说 天天看柠檬吃 看是看会了 但是没有 这一整个吃就会比较过瘾 我这个上面都蘸上这个 里面都是这个包到一个墨 先吃个黄 哇 好鲜啊 好好吃 蘸一下吧 哇 哇 很脆 这海螺鲜片两碗也很好吃 还有一口啊 一次吃吗 嗯 太贵了 像我们这里吃扇杯啊 就跟嗑瓜子似的啊 就这么打开 就一个个的吃 都吃零食似的吧 很鲜啊 背头都还不小的 嗯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想吃吗 我先吃了 这是我今天赶海吃户的这个海螺 现在已经晚上了 好像做一个烤海螺吃 我们先把它用冷水上锅 煮一下 海螺煮得差不多以后 再把水里面拔一下 然后把这个肉 一次的都取出来 这个海螺都很肥啊 冬天的时候 你看 好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海螺打理一下啊 苦蛋去掉 然后这里面是它的干 把它也清出来 每一个都这么打理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切一下这个海螺 我们需要把海螺切成这样子的颗粒状 我们把这个海螺肉放到这个小盆里面 然后里面放入蒜末 姜末 葱末和小米辣 里面加点酱油 加点花生油 可以来点香醋 一勺白砂糖 一点点盐 这样把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海螺肉 放到这个海螺壳里面 上下火 烤了十分钟就可以了 一百九十度 时间到了啊 海螺熟了 来看一下 哇塞 感觉很诱人 好了 出炉了 刚刚还叫了一个WiFi 应该是到了 好 谢谢你 米线 肥牛米线 这个是肥牛米线啊 要那个聚麻聚辣的 够味 这是肥羊卷和肥牛卷 穿下八海螺 看看烤的味道怎么样 嗯 啊好好吃啊 那蒜香味特别的浓 里面还有那个姜 超好吃 而且特别的多汁 里面都有汤的 哇 手机太赞了 比介绍的小吃汤上做的还好吃 哇 这个肉特别的嫩 烤的这个火候也差到好吃 哇 里面好多啊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嗯 还有呢 这负量挺足的 这个汤也不能浪费啊 哇 这么吃海螺很有仪式感 还没觉得 嗯 就是在吃小吃夜色的那种感觉 特别对我特别 嗯 好吃 嗯 嗯 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米线里面那种苹果啊 蔬菜啊 还有这种配菜的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里面的豆芽啊 蘑菇什么的 嗯 真的好吃 嗯 这里面还有金针菇 嗯 今天晚上的吃的太过瘾了 这个海肉 全部都吃光了 现在到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海鲜市场 实际海鲜市场 我打算挑战用100元做一个丰盛的海鲜晚餐 我们现在挑一条 现在的海鲜怎么得也特别的多 老板 现在这个活价多少钱已经 90 90啊 太昂贵了 消费不起 来点 来点 来吧 25 25 我要20块钱的 行动是活动的 活动的吗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 买一条黄花鱼或者鲁鱼清蒸日吧 鲁鱼怎么办 红花鱼呢 红花鱼呢 红花鱼基金 一条鲁鱼吧 嗯 24块钱 好嘞 费类比较便宜 买点费类的 好了 现在这种小海牛怎么办哪 小海牛20 这种呢 那种三十 还有四十六块钱 还能买这什么呢 老板这个 二十二十啊 称一斤 一斤能穿几个 一斤能穿几个是吗 一斤 一斤穿这么多 好吃吃一斤就行了 回家接着吃很好吃 行了 够了一盘够了 你接饭了 你接饭了 你算一下多少钱 算一下多少钱 好吧 你还要吃 他有二十块 他有费物的二十块 能买点什么呢 这个你给我找一斤的呗 我只有二十块钱了 要一个 大咯 上面不都是洞吗 给你啊 看这有洞吗 你在里面 啊 罢了罢了 要一个 我只有一个只有二十块钱 十九 十九啊 他能赚一块钱呗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买了这么多的海鲜 还剩一块钱 现在我们回家做 这些海鲜 这些海鲜全都回到家 打理好了 这个扇贝 这个鱼 是我不够在煎的 我煎鱼不带行 火候把握不好 油煎蛇踏鱼 做好了 上桌了 我打算做一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啊 把这个扇贝放到泡泡好的这个粉丝上面 我这个也真是太巧了 选的这些扇贝 一个带黄的都没有 我们炒到蒜蓉下啊 蒜蓉切末的小饼了 用油炒一下 放点盐 放点白花糖 放点蚝油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蒜蓉蒸粉丝放到这个锅上蒸一下啊 顺便把这个鱼鱼也蒸一下 我刚刚在上面刷了一层油呢 放点那个姜丝 这个葱花去去腥 开火蒸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炒个茄子大虾啊 葱姜包上锅放入大虾 炒至颜色泛红色 我放入这个番茄酱 一个倒的水 炒出来的根 然后撒一碗小香菜啊 点缀一下 就可以上桌了 接下来我们再炒到这个乌鱼啊 葱姜跟小米大 炒香后放入这个切好的乌鱼段 再放入韭菜 放入葱花 淋上热油 这个鱼生了也淋上热油 再来一个 放香了 很丰盛是不是 100元 海鲜大餐 先尝尝这个茄子大虾 嗯 很好吃 尝尝这个鱼 这个鲸鱼特别好吃 我们这边都卷鲸鱼 看这个鱼肉 好久没有吃这个鲸鱼了 听到特别的美味 嗯 嗯 嗯 来到煎面 还紧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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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下鲸鱼半天了 嗯 今天下可贵了 市场上活下90一斤 嗯 今天下可贵了 嗯 嗯 辣不辣 还行 看不算 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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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